味、匂い、香り 很多关于味道 所谓的味道方面的日语单词出来了 那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有的时候 翻译成中文都是味道 第一个味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汉字的味道的味念法是 它就是吃起来的味道 没有经过嗅觉 就是舌头这边感觉到的味道 可以吗? 这个就是味 那我们看看例句 この果物は変な味がする この果物 这个水果 変な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那形容词后意思就是奇怪的 変な 那后面来了 后面就是味 这个是关键 那有什么什么味道 中文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会不会写说 味がある 有没有这样写过呢? 味がある 其实在一种文法上 这样用也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是简单 就是单纯叙述 这个有这个味道的话 通常用的是这个 味がする 可以吗? 那例如有一些人是吃到这个榴莲 那吃起来有那种 哇酥的味道 吃起来的味道 哇是这个样子 哇 那怎么说呢? 榴莲 ドリアン ドリアンは ガス ガスね 哇酥 ガスの味がする 也并不会说 ガスの味がある 不会 OK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 匂い 匂い 匂い有两种汉字 那第一个这边的是怎么样呢? 它是臭的那种味道 可以吗? 用这个汉字的话 像臭豆腐的臭嘛 那但是汉字要留意哦 日本的汉字是这样写的 那意思是 让你觉得 讨厌的味道 可以吗? 例如像这个 ガスの匂いがします ガスの匂いがします 可以吗? ガス就是 瓦酥 匂いがします 有这个味道 有瓦酥的味道 哇! 异味的感觉 对吗? 那这个部分 后面也是一样 匂いがします 就是有闻到这个味道 通常都是 がします 来表示的哦 那再来呢 这个匂い是怎么样 其实 这个跟这个 后面的 香り 都是一样的意思 所谓的香味 香味 可以吗? 所以呢 让你觉得很舒服 或者是至少 不会让你感到 讨厌的那种味道 所以例如 この香水の匂いが好きです この香水の匂いが好きです この香水 这个香水 の 来连接 匂い 就是这个香水的味道 が好きです 就是我喜欢 我喜欢怎么样的时候的 最基本的用法就是 什么什么 が好きです 对吗? 所以呢 你用这个汉字 或者是香り 香味 都是用在这样子 比较正面 至少不是负面的事情上 可以吗? 最后提一下 更细节来讲的话呢 カオリ 其实是 让你感到非常舒服的 那种花 或者是香水 让你感到很 感觉到很優雅 很舒服 那种事情的时候 常常用到的是 这个カオリ 所以呢 有可能你去日本的 一些药妆 那看到一些 那个洗髮精啊 还是什么的 都可能是 会用到这个カオリ OK 听起来比较 优雅一点的 好 以上就是所谓的 味道的日语用词